醉到时光荏苒 临终风大 乡君莫要忍到风寒 想不到 薄约一届文若书生 手中力道不输五人呢 神后不早了 在下送乡君回府吧 那玉佩呢 无妨 夜黑风高 密林深处困有危险 区区玉佩 比不上乡君的金尊玉贵 乡君 请吧 我也说了 若是没有收到信号 就叫那女子杀了 乡君 其实有件事啊 柔某一直想跟你说 上次乡君送的谢礼 柔某十分喜欢 没什么 都是小事儿 等等 那可是江山图 乡君 当真不知其中寒一 你第一天认识我呀 什么江山图万里图 对我来说都一样 不认识我呀 倒是你 你见书生今天怎么穿这身 就此别过吧 快 发现号 好 今天真是蹊跷啊 大半夜 竟然还有人在山上放烟花 你喜欢烟花呀 你喜欢烟花呀 参若星辰至极 难道乡君不喜欢吗 烟花一下就没了 有什么可看的 放的都是些银两 最不适应 乡君颜值有礼 天色异晚 不如在下 送乡君回府吧 乡君 请 那我就勉为其难 答应你吧 公子 我等 杜久 还不敢您下马车 送半星君回府 是 果然是马车也不可冒险啊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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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每天上朝都要用的 若我明白 敏儒便派人 将马车的规格整理政策 送至府上 湘君可满意 伯爷可真是慧智兰心 多谢湘君谬他 困死我了 伯爷 你早先回府休息吧 算了 还是试美容剂要注意